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可以自己决定究竟是进修学历 打工赚钱 抑或消费换落 他们会经历失去财富和健康 高学历也要扣门的勇气 孩子突然意识到学历 收入和机会是有关系的 明白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面对学习就变得甘心乐意 由于自己收入 自己赚 因而明白到家庭收入并不是随手可得 每个时段有各种随机的事件 会因应孩子对事件的反应 例如路不十位 会获得不同的心灵补石 也就是生命素质 包括了信心 爱心 勇气 智慧和诚实 也有机会每五个陷阱 而被罚 孩子思考自己的三项人生愧补 每次的割舍都是很艰难的 在抉择过程中 它们体会到亲情最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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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一天里有更多重的 学会父母和身边如何认识一些事情 学会会相帮助 我学会演和合相处 有入营前的兴奋 盛旺盛孔 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过夜 在两天一夜的营会中 学习独立自主的生活 让他们变得自信 学到了金钱是怎样来和怎样运用 学习好的话 去到中学大学 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请你 我很期待你今次的营会中 得到的经验 都成为你日后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会记得 我其实是可以 有能力一步一步去解决这些事情 多互相争 在不同的游戏工作方中 经历人生 游戏让孩子走过自己未来的20年 在经历后悔 失去和遗憾中 孩子体会到亲情最重要 明白决定会带来后果和责任 学会与人相处 珍惜友谊 学习团体精神 更学习到感恩和关怀弱小的心 其实这些就是期待中生命的成长 我们来自然的成长 听众面的成长 感谢观看